这个视频我们来认识一下哪些数是2的倍数,哪些数是5的倍数。 现在咱一起在这个百数表里把5的倍数的数圈出来,5,10,15,20,25,30。 你有什么发现吗? 对,5的倍数总是每5个数中出现一次,而且它的个位数字要么是0,要么是5,也就是个位上是0或5的整数都是5的倍数。 现在咱再来宣出2的倍数,你有什么发现吗? 对了,2的倍数,个位数字只能是2,4,6,8,0这几个数字,也就是个位上是0,2,4,6,还有8的整数都是2的倍数。 那即是2的倍数,又是5的倍数的数长什么样呢? 对了,即是2的倍数,又是5的倍数的数,个位数字只能是0。 你知道吗? 为什么判断一个数是不是2或5的倍数,只要看个位数字呢? 举个例子,127等于120加7,2485等于2480加5,我们知道整数数一定是2和5的倍数。 120和2480都是2或5的倍数,所以一个数是不是2或5的倍数,只要看个位数字就行了。 在整数中,是2的倍数的数叫做偶数,0也是偶数,不是2的倍数的数叫做基数。 基数和偶数有什么特点吗? 没错,基数除以2,余1,偶数除以2没有余数。 基数也同样可以通过个位上的数字来判断,个位上是1,3,5,7,还有9的整数都是基数。 想一想,基数与偶数的核是基数还是偶数? 基数与基数的核是基数还是偶数? 偶数与偶数的核是基数还是偶数呢? 对了,基数与偶数的核是基数,基数与基数的核是偶数,偶数与偶数的核还是偶数? 那基数与偶数的成绩是基数还是偶数? 基数与基数的成绩是基数还是偶数? 偶数与偶数的成绩是基数还是偶数呢? 对了 奇数与偶数的成绩是偶数 奇数与奇数的成绩是奇数 偶数与偶数的成绩还是偶数 现在你知道了这么多规律 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